六零年从山东移民到东北的 那才十五十几岁 十几岁啊 谁父母王 谁父母一块移民的 那时候比较贵 我外子十六岁 我老伴十六岁下乡六七 六八年 对 他是从去的 从四九中的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在北京城南的南柳巷街呢 遇到一位朴实的山东修车大爷 他的老伴呢是北京知青 听听他的故事吧 七十六 七十六还在干活 现在你四十六 你都不见得干得过 从山东移民到东北的 那才十五岁 在东北 东北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更艰苦 在我们那时候往东啊 基本是无人区 东北那边啊 我去那个地方 落脚的地方往东啊 一到老老师 我基本是无人区 到六十年以后 我去六十年以后 才开始发展 下乡的 上海的 天津的 都 初间发进去了 现在一直到湖南 到这个 到边境 咱们七十农场 七十农场 咱们七十农场 这有仪吧 有仪农场 有仪农场吧 有仪农场 有仪农场 我是有仪农场 后来改为 现在是七十农场 哦 有仪农场 不知道江坤那儿呆过吗 是 江坤 江坤它是 它是 它是 它是摩南江地区的 哦 不去你那边 不是 我们是加姆斯地区的 它是摩南江地区的 哦 您是加姆斯的 我加姆斯地区的 哦 它是两回两个地儿 加姆斯那边 那边 比那个别的地儿还冷 我觉得 不冷 它比摩南江好 还冷点 哦 比七十二 而比那边 还是 还是 还 还冷 还好 在东北 东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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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湖原了 快 哦 它跟摩南江地区不一样 比七十二也不一样 它全是平原的 都是到 有地 都平原 哦 都是平原 到那儿就是种地 有粮食吃了就 那时候搞不定有粮食吃了 现在不行了 哦 现在 我在修车 就是好多的 他们都 都 都进来了 都往里走了 往南方起 哦 哈尔滨的 大家有点实力的 有点钱的 奔城里走了 都往南方 南方 都往这儿跑 过去吃饭 现在是 就不是那问题了 现在不吃饭 不是吃饭 才另一概念 你说这对 对 现在那边 那个 年轻人不多了吧 就是以前那会儿来的 几乎你挣虾 就是比较困难 哦 谁都不好好都不好 对 所以人都不好都不好 没错 人渐渐就没了 铺子都没了 有 老人 老人 留守的 有人也有 因为种地的 你们说 他们种地的 嗯 嗯 你走了不行啊 你有地啊 哎 现在都机械化种地了吧 机械化 是吧 就机械化 我们的都是水道 都是水道 因为它是 它是平衡地区 你到了牡丹压地区 你就不行了 它是秋林地区的 种木地区 我刚才16岁 我老板 16岁下乡 冰棚 我去的孩子下乡 根本都不知道 嗯 都是在干活 真是 哦 后来呢 嗯 在那 特别想回来 哎 不可能 想象不可能回来了 对 后来偶然 那个偶然机会啊 可能 可能国家有政策 本城市有政策 一步伴回来了 一步伴回来了 嗯 谁不愿回家 对啊 谁不愿回家 都愿回 巧合 巧合 还有 你 你 回应那东西啊 很难说 你说你可能是 你想 它也倒不一块钱 它不想 它从那一块钱 它是自然的问题 有缘 自然有关系 咱们不能说 自然有关系 它就慢慢来 哦 在有人中间 你说何呢 嗯 这上一块 您您听说 一定是一个帅小伙 我帅 自己没想说 我没想说 我们看得见啊 帅又实战 我估计这个 这个 但我在东北啊 嗯 可以那么说 在我们团来说 我肯定能干 你看这个事 嗯 吃苦啊 还有一段时间 都在团的前三名 你啊 哎呦 嗯 别人的机械啊 我的机械 可以说 我开的是啊 基本上正常的 它就不会坏的 嗯 都正常坏 没有说 电瓶啊 电机啊 把那些干活 都随着正常的 嗯 没想到人家 是在无故 吃苦的 哦 也能吃苦吧 能干 他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 老说的老帅哥 对 来 您那个 行 健健康康的 天冷就别出来了 吃苦耐劳 勤勉善良 有一技之长 生活呢 就没有问题 同时也会求得一份 好姻缘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下期再见